不是说今天同学聚会 带他穿得重神一点 怎么都穿得这么随意 那是因为今天你才是主角啊 小乔 我回来了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 到底发生什么 我们不是说 我这个村子慢慢的 就去我 你不要离开 我拿不到你爸爸的要求 你放过我吧 对不起啊 我今天还有点事 先走了 之前突然离开 是我不对 但我现在有钱 有车有房 我可以娶你了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图过这些 你又凭什么觉得 我现在想要 你真的不点些什么吗 没事 我不饿 你吃吧 吃不了什么 一起吧 不过以后别再带我来这家餐厅 又贵又不好吃 还是我在家里做 我男朋友开车来接我 要不要烧你的 不用了 我男朋友也来接我 我先走了 就骑这个破车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接我 我等你半天 我这不是来了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没事 不用可怜他们 我们回家吧 你订了去西藏的票 对啊 知道你最想去哪 刚好一周年 我们也清楚一下 可是 我什么都没准备 而且我本来就脸明明 就如意乎 到时候 问差加高反 我怕 不用怕 下次不用这样 我们还是得咱咱前结婚的 这个你就更不用担心了 我早就开始准备了 等什么时候这里面装满了 就结婚 之前说分手是不得已 我没办法达到你爸爸的要求 我真的尽力了 你说你尽力了 我也觉得自己尽力了 可是真心相爱的两个人 最后没能走在一起 那一定是有人说了话 我先把钱给您转过来 一会儿和我一起的男生来结账 你们就说 赠送用回券可以免单 谢谢了 我说你是你 只不忽神奇 第一时间 失去 你一个自身调 联系 要快点存满啊 重新回到原地 快点存满 我们就能早点结婚了 我想你 我还心里 可以 等一会儿 天一对我真的很 你到底和他说了什么 唉 你误会了 爸爸只是想你们早点结婚 安定向你 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你的 只是希望 你不要过早的被家庭牵绊住脚步 我想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放心吧杨总 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去接个电话 叔叔您不用打电话了 我现在真的没有结婚打算 小强那边我会说清楚的 小强你误会了 我只是想给你个更好的生活 是你想要更好的生活 是你觉得当初的我牵绊了你 收起你装出来的深情 是让我觉得恶心 爱情和坚固并不冲动 对的人 会把你纳入自己的位置 只可接这场考试 我替你放屁 你却依旧没有结婚